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月28号的百隔大事迹 新闻开始要告诉你去年12月大马发生的大水灾 根据统计局数据 这场水灾共导致61亿令吉损失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4%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资产和基础设施 造成的损失最高达到了20亿令吉 而雪兰儿是损失最严重的州数达到了31亿令吉 其次是彭亨州 柔佛州选在即早前一党领袖声称 巫统只愿意让出四席给一党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今天就针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哈迪表示 一党要上阵的议席还没有最终定案 也没和国盟谈判 但对于举行周选 他斥责是巫统法庭派在搞鬼 抨击此举不道德 但是也计方 派东方 niet 我们的合法 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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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雪еро 雪 mirac 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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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говорит 雪蟋 雪节 雪 此外哈迪也将巫统形容为断了脚之后康复的鸭子 如今想要自己游泳则是忘恩负义 再来看看西蒙这边 除了前教育部长马智里 陈信党书记主席沙拉胡丁 也可能是西蒙柔州大臣候选人之一 也是原任新邦二南区州议员的沙拉胡丁 接受新州日报专访实批录 可能再度上阵该州席 而且他也不排除自己是大臣潜在候选人 至于马智里 有消息人士透露虽然被基层提名为候选人 但是西蒙主席理事会还没有通过这个建议 另外一方面 行动党国际秘书张念群透露 西蒙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天与穆大展开一席谈判 至于沙巴明星党 张念群说 至今没有开始也没有互动 而祖国斗士党则是没有显示想要商谈的迹象 他也扬言 如果没有良好协商 明星党可能成为一些选区的搅局者 接着来换个焦点 朝义双方去年9月签订的政治转型与稳定备忘录 有了新的进展 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指出 预料3月召开的国会会议将会提成限制首相任期最多10年的法案 而各政党目前正在审查和检讨涉及修改联邦宪法部分的出稿 至于反跳槽相关法令 部长则是没有加以说明 另外一方面 针对我国的2021年全球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下跌至62名 部长就认为 主要原因是大马广泛宣传打击贪腐 以及将案件带上法庭所导致的 那说到贪腐 最后就来关注一马发展公司相关案件的进展 去年5月ENDB与其子公司陆炳明示诉讼 起诉包括前首相纳吉以及大马富豪刘特佐等人 欺诈并且索赔 针对这个案件 被我国通缉多年的刘特佐 两天前就透过律师向法庭提交了抗辩书 强调自己没在这些公司担任任何的职务 根本没有身份也没有法律权限插手这些公司的事物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 刘特佐表示 自己已经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解决方案 而被没收的资产也被归还了 所以他认为这项诉讼不能够成立 今天的百革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革 记得点赞 订阅中文字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中文字幕 不吝点赞 订阅中文字幕